在过去的一年里 备受各界关注及忧虑的 目过于中国经济能否避免硬着陆 您对中国的经济走势有何看法 我们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经济经济 所以对洪光这方面不是非常的注重 如果你真的要问我洪光经济是怎么样的 我们还是觉得从长远角度来看 长远就是五年十年的角度来看 我们还是对中国的经济保持一个非常乐观的看法 主要是因为整个政府的政策还是比较稳定 而且从发展的空间来讲还是有相当多的空间的 可是短期来讲可能经济没有像以往 9%或者10%GDP增长的这种情况 可能没有这样的一种成绩 可是我们还是觉得政府能够保持一个相当高的增长的水平 因为主要还是考虑到就业的这种情况 如果GDP太低的话 对就业会是一个很大的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政府不会采取太恶劣的一些政策来对待 这个经济的涨幅 那在投资情绪于2012年1月份显著改善之后 中国两大指数栖息上扬 那年对中国2012年的市场前景又有何展望 其实很多人就是今年的这个表现是非常的好 因为主要是很多投资者 全球投资者 通常都是喜欢在去年表现最差的这种市场上加码 或者配置配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因为去年印度和中国的市场表现是比较逊色的 所以他们都受到了这个所谓的投资者的一种 也不是说是青睐 就是说去年表现差的话 今年可能会表现好一点 所以很多的这个基金也涌入了这两个市场 而且这两个市场去年因为这个货币政策的紧缩的现象出现 所以导致整个市场不是非常的好 今年这个通胀的压力可能会减弱 很有可能政府会采取更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 那这对整个经济会有一定的帮助 所以这次中国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非常好的表现 主要是看好这一点 那对我们来讲这不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因为我们还是比较注重公司本身各股的这种质量 各股的这个估值 那我们觉得市的政府会可能会采取相当宽松的这种政策 可是有些项目有些行业 例如房地产 我们觉得政府还不是会 还不会太过的放松 因为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泡沫呢 有些地方的泡沫还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觉得政府不会采取过度的这种宽松的这种政策 那对我们来讲呢 我们其实还是比较乐观的是 其实是公司这个股票的这个估值 因为估值还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 虽然涨了很多 可是现在还是11倍 是盈利的这种情况 PE这种情况 所以对我们来讲呢 还是存在相当多的价值的 好那基金配置在过去的一年里 是否曾经做出任何方面的重大调整 我们也是不因为政策的改变 或者经济的改变呢 来做出我们的这个配置的改变 我们是非常简单的 如果在哪个行业找到 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公司的话呢 我们就会把这个股呢 纳入我们的基金里面 所以去年呢 我们可能只有纳入一两家新的公司吧 有一家就是其实是汇丰银行 我们很多年没有买入汇丰银行 可是我们觉得汇丰银行 现在在重组当中呢 会有相当好的表现 另外一个就是 是银银的铁软器 是工业器吧 对不起 是工业器 因为它主要是供应给这个铁框 是供应给这个钢铁行业的 所以我们觉得这两家公司呢 达到了我们的这个选股的条件 所以我们把它拿入我们基金里面 跟这个宏观完全无关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